1月11日,据观察者网讯息称,美国当地时间周四,迪达德克萨斯州被边境访问的特朗普发推特称, 我仅取消我非常重要的行程,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,我向该论坛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歉意。 特朗普,就在不久前,特朗普公开表示,打算去达沃斯,向世界金融界发表演讲,达沃斯论坛被称为世界经济论坛,总部设的瑞士日内瓦,参加这个论坛的,都是世界政商两届的精英名流。 最重要的是,该论坛只在解决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,美国为了经济需要,每次都会派代表参加,不过,美国总统亲自出席的情况比较少见,如果特朗普参加达沃斯论坛,他将成为纪克林顿之后,第二位出席该论坛的美国总统,这也是时隔20年之后,美国总统第二次正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, 对特朗普而言,出席达沃斯论坛,有利于解决美国当下的经济困境,因为他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,增加就业率,恢复美国制造中心的地位,特朗普可以借此机会,说服更多企业投资美国。 马云在达沃斯论坛,但现在,特朗普又说不去了,是少脾气还是其他目的也不得而知。 但是,按照特朗普的说法,取消达沃斯之行,是由于民主党人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不让步,为了让自己的理由更充足,特朗普还提到了中国,他说,我们正在和中国谈判,有了极大的成功。 然后我发现,实际上,中国在很多方面,比查克和南西可敬得多。 我认为,中国实际上比反对党更好打交道。 特朗普口中所提到的查克和南西,分别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,和众议院议长南西·佩洛西。 这两位民主党代表人物,总是和特朗普对助干,尤其是在建墙问题上,与特朗普相持不下。 就在特朗普将美国联邦政府关闭的第二十天,查克和南西又因为修强问题与特朗普争吵起来。 最后,气愤难平的特朗普拍案离去,查克舒默。 事实上,特朗普拿中国说是,不过是一个政治噱头,他的意思很明的像中国这样难缠的对手,我都能搞定。 为什么民主党在涉及美国利益的问题上,边境墙问题,非要和自己过不去呢? 如果美墨边境墙,不能按时修建起来,那么民主党就应该为非法移民和国家安全负责。 特朗普与查克交谈,吵归吵,问题还得解决。 在特朗普拍案离开之后,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提议。 参议院应尽快表决在众议院通过的预演算法案,以使政府尽快开门。 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,拒绝了他的提议。 看来,特朗普想要获得资金修墙,还是困难重重。 拉沃斯论坛还是会如期举行。 如果特朗普不去,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损失。 中国则可能成为此次论坛的真正明星。 最重要的是,特朗普会失去与中国领导人就贸易问题磋商的机会。 冲动是魔鬼。 作为美国总统,特朗普实在不应该意气用事。